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 信心的老化 人过中年以后 身体就逐渐的衰老 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可是越这么想就越是这样 老化也就越加速 因为圣经上说 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唯有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基督徒的信心也会老化 有人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 但不久就冷淡退后了 有人信主很多年 却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 这些都是信心的老化 与身体的老化并无二知 比如说 饮食无味 就是基督徒不想读圣经 或者是随随便便的读圣经 对于属灵的事情 没有兴趣 这就是信心老化的开始 尤其喜欢上网 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是对圣经就没有兴趣 第二 不想运动 约不运动 肌肉就约不能够动 不肯去传福音 关怀别人 就约不敢去做见证 传福音不只是为了别人 也是要使自己 不成为属灵的贪子 记忆的丧死 基督徒若不纪念神的恩典 也不感谢神 凡以为所有的一切 都是自己的成就 就会像丧失记忆的人 无法再体会到神的恩典 还有 势力的不足 有些基督徒对教会 或者对自己属灵的贫穷 视而不见 只是看看教会有多少人聚会 忙碌的去做事情 没有意向和远见 若是自己已经快要瞎掉眼的人 怎么再去带领瞎眼的人呢 最后一定都掉到坑里了 还有 睡不安稳 世界在人心里有多大 人与神的距离就有多远 追求世界的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财富名利 都叫人不能安息 多了怕失去而睡不安 少了怕不足也睡不安 还有 行动变得勉强 若是要别人勉强 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过是责任而已 更不可能体会到侍奉主的喜乐跟甘甜 所以最后服侍主 却变成满有苦味 心中埋怨 非常的勉强 最后 总觉得自己有病 老化的人 总觉得满身是病 却又是不肯去看医生 有些基督徒明明知道 也甘愿在长久灵性的低潮中 常常抱怨这个埋怨那个 却不肯痛下真边悔改来归向神 接受圣灵的更新 你的信心如何 你是否在老化中 赶紧振作起来 我们需要来究竟我们的良医 耶稣基督 把自己交在祂的手中 让祂来医治你 使你重新得利 还老还童 谢谢